哎哎哎 招什么急吃什么饭哪 忘了你们来的任务了 啊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记者那是 是配合我 跟黄小娟表白 是哦 把你们的精彩节目送给黄小娟 对对对对对不对 你想这情况我一表白 那不就成功了吗 对对对对对 大家好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 哎呀 你这么严重啊 哎哎 宋女快给大家问好 爷爷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你们好 你们好 大侄你好 小蹲子 你哥哪来的呀 这没礼貌呢 哇 没大没小的呢 你管谁叫小蹲子呢 啊 黄阿姨是你的姑太奶 对不对 对啊 这是她的亲孙女 她的辈跟你爸是同辈 她管你叫大侄怎么的 嘿嘿 嘿嘿 看 跟你叫大人没错 啊 嗯 那个小姑啊 咋赢了哟 你别吃了 你都啥地形人来都啊 这也没吃你家的 你呀 你呀 而且我看到人有理由的 啊 比如说心情好的时候 那不得吃一顿庆祝庆祝啊 哈哈哈 那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不得吃一顿舒缓一下呀 哦 有道理 她心里着急的时候 那不得吃一顿拜拜火呀 哦 反正我的人生格言就是 有吃的我就吃 没吃的我就哭 哎 哈哈哈 那孩子哪点都好 就是嘴壮 别吃了啊 这都第四个了 哈哈哈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孩子喜欢吃 只想她吃 开心就好嘛 对啊 那什么 小娟 今天你是重要人物 对 今天你是受星了 来请上座 上座上座 来来来来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来陪奶奶坐这儿啊 哎呀 哎呀 老钱谢谢你啊 看你精心准备的这安排的 也谢谢大伙辛苦了 哎呀 黄小姨 那个别客气 我爸到时候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给你呢 他有惊喜 对对对 我有惊喜 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的话 我 不是爸 黄姨你坐 你爸要说话 是是不不先不说话 哈哈哈 你表白着啥急啊 就是啊 我刚才不跟你说过了吗 大家伙每个人都有节目 你等每个人把节目表演完了 你再表白 多好呢 哦我明白了 就是先用节目铺垫一下 对啊 情绪上来之后 对啊 完了我趁热再表白 成功率高啊 明白 好不好 小娟儿啊 哎 为了你这个生日 孩子们都为你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太好了 那谁先演呢 谁谁谁 我我我我先来 哎呀 小娟儿 来来来来来 好 你唱的什么玩意儿 还夜上海 压得从夜上海就飞这儿的了 唱的好吗 挺好挺好